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规格的管理成为许多购屋人选购房屋的参考标的 当然也成为提升社区的品质和价值的指标之一 有着社区金马奖称号的优良公寓大厦评选 各县市都有举办 以我们这一集走访北市优良社区 揭开制胜关键密码评选活动 是由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主办 活动精神是希望居民能够主动积极参与社区的管理维护工作 并且落实公寓大厦的管理规划 进而提升社区的居住品质 总共有36组社区进入复赛 由20亿位专家学者实地评选产生 其中风华在线奖还是特别为了老旧社区所设置的 所以别以为是只有外观才是标准哦 主办单位社区评件的项目是非常多 像是管委会运作是否正常 大家有没有按时缴交管理费 各种会议召开的情况 有没有制定工作计划 甚至住户的意见反映违规制止 争议事件等等 所有有关居住公平正义提升品质的 都是评分的项目 说了这么多 到底有哪些优良公寓大厦呢 这一集走访北市优良社区揭开制胜关键密码 就要带您先读为快了 今年台北市优良公寓大厦评选大型住宅社会组 第一名是由北投的康庄社区拿下 康庄社区是由四个老旧的眷村共同改建而成 它位于道香路崇三路正站学校旁 命名的缘由是出自史记孟子寻清列传 康庄大道这一词象征着社区光明的前途 因为社区中年长者众多 因此管委会也特别针对年长者 举办了相当多元的活动哦 接下来透过镜头 带您一起来了解康庄社区的故事 位于北投区中央北路二段的康庄社区 是由北投中心 崇山 慈安 温泉 四个大小不同的眷村改建而成 也是最后一批眷村改建的军宅 此次更获得北市府2020年优良公寓大厦评选活动 大型住宅第一名 第一次参赛 所以很荣幸也很侥幸能够获得评审委员 他们一致的认可 那我们相信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我们还需要更加的努力 刚讲的比如说照顾年长的这个志工团 我们就要想办法尽快的成立 因为免长的他们的时间不是那么的多 我们付出的要必须跟得上时间 这样才有意义 康庄社区由眷村改建而成 兴建四栋共计186户 每层有2到4户 历经六年改建 在2016年完成家务入住 管委会财委也为我们威威道来社区历史 那这个地呢是政战学校后勤区 原则上是属于机关用地 所以在早期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要变换变更地墓 从机关用地变成住商用地 所以过程拉了很久 也让很多的幕僚人员 跟市政府相关单位 做了很多的协调沟通 所以这个时间拖了非常的久 那就我所知道 87年度的预算就已经编列了 可是你看我们到105年 6月才教育 这个过程当中 经历了非常的辛苦 很多的折冲 很多的协调 那因为这属于公家的标案 所以有一些的手续跟程序 那都需要充分的沟通 在建物兴建之后 因为厂商经营内部的问题 也曾经因为经营不善 造成整个新建工程的宗旨 所以中途也换过了好几次的建商 所以整个过程 在沟通协调处理上面 造成了一些的延让 所以将近的20年 和87年的预算到105年才交接 康庄社区为南北坐向空间开放 结合市府新建的道中 崇山公园共用绿地 及道乡和属大楼环境良好 生活机能也相当便利 许多年长住户更时常利用闲暇时间 搭乘公车到邻近的北投市场进行采卖 因为眷村改建的特殊背景 加上大家共同生活多年 彼此间生活背景相似 因此感情深厚 尤其是社区长辈间 更是有患难情感 其实应该说 眷村的人情会比较重 它不会像一般的 我们在外面的一些社区 你可能连你的左右零色是谁都不知道 但是眷村的特性不一样 眷村的特性是 不但它会知道说 它的左右零色是谁 然后而且他们常常会有一些 比方说一起见走 或是什么一些做做运动 那以往的眷村其实 我小时候也是在眷村 那所以我们其实在眷村长大我们都知道 以前在眷村是 大家门都不用关的 大家都到处穿门 所以几乎大家都会有一些 比较团结的那个 那我们也因为这次大家的团结 所以才让我们社区得到这次的平选的利益 每一个单位虽然都不同 可是因为我们都是眷村 都是军人 甚至军人的第二代 所以在相处上 在磨合上 来讲比一般社区来的容易 所以大家的感情都还蛮好的 尤其是老一辈都经过患难 那所以我们的沟通方式 理念都比较容易协调沟通 我们因为是我们是几个眷区合见的 那么这些都是 大家本来就有良好的感情 那么合在一起了 当然就感觉到都是一家人嘛 所以说感情很好 一开始的他们的眷村 虽然是四个不一样的 可是他们都是眷村的文化 所以他们应该有比较浓厚的一个 他们的之间的一个联系 空间开放型的社区 让社区成为了区域内的小型公园 也加深了林里坚的情感 其实一般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社区 我们社区是属于开放型的空间 我们是属于空间开放 我们不算开放空间 我们是属于空间开放型的社区 我们没有围里 我们没有大厅 所以其实社区就像公园 感觉就像公园一样 所以很多人都常常都可以进出我们社区 所以在门禁上面来讲 都会要求保守比较稍微去严格的去控管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 它没有围墙 所以加上旁边的一些几个小的公园 这样子感觉绿地的范围还蛮大的 然后所以加上 其实会看到蛮多老人家有要推轮椅或什么的 其实都还 我觉得空间是足够的 会来运动啊 像每天下午我们这边到六七点钟 在附近社区都来利用这个地方 尤其是老人家来做一点活动啊 我也认识一些人啊 这样来往的很好啊 因社区管委会与住户间交流频繁 平常住户也会向管委会提出建议 与管委会共同努力完善居住环境 我们的社区的很多住户 他们都会注意到一些 平常我们可能有舒适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那他都会告诉我们 那我们这边接到住户的一些讯息之后 我们就会去做一些改进 总干事也和我们分享了 准备优良公寓大厦评选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我比较有印象就是说 因为这次为了参选 所以呢 后来我们的地下室停车场 大家就很配合的 把所有的杂物通通清得很干净 那后来也没有再多摆放什么东西 这一个部分其实大家居民配合的都蛮好的 这次其实是抗庄社区第一次参加 北市府优良公寓大厦评选活动 由于比赛筛选条件相当严格 也让抗庄社区能借此机会 对居住环境进行全面检视 而管委会在准备过程中 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心力 幸好在历届委员齐心协力下 还是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当我们管委会看到市政府 给我们这个评审的内容的时候 检查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蛮正经的 因为非常的细 非常的细 那所以我们各方面的准备 都从头开始检验 那有很多地方都是我们 当时管委会站在服务的立场 没有考量到的 就借了这一次来做一些通盘的检讨 那我们的主委在之前 不管是这任的主委跟上一任的主委 立届的管委会的委员 都付出了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在收集资料上 都非常的方便 那之前的委员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资讯 来给大家参考 那这次市政府也给我们 比如说财务上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们原先是类似经营公司的方式 有负债表 但是平生委员建议我们 因为我们是属于一般的社区 让住户了解账目为优先 所以我们建议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那我们也接受了建议 在财务的方面也接受了一些调整 让我们的住户能够更了解 这个财报的透明度跟它的解析性 就是让他们能够比较简单的了解 因为公司的财报毕竟是比较复杂 应该这样讲 我们这次获奖 其实住户也帮了很多的忙 包含说在评审 那个评选会的时候 他们那些评选委员来社区的时候 住户也有一定的参与 然后也有协助也有来帮忙做志工的 做引导的都有 所以其实这个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看看我们管理的很好啊 各方面啊 水电啊 社区的清洁啊 人员的住户啊 这个门禁啊 都是有很优良的管理啊 眷存最珍贵的便是居民关系相对紧密 充满人情味 也因为康庄社区年长者众多 因此管委会特别举办了许多长者活动 一方面维系住户感情 另一方面也让长者们活动身体 平常来讲早上就有免长的这些叔叔伯伯跟婶生们 他们会做一些运动 尤其在下午四点半也是有运动的时间 即使他们的行动不方便 雇佣人员也推着轮雨到这边来 不管是室内室外 如果天气好的话 他们就室外晒晒太阳 如果天气不是很好的很理想的话 他们就在我们这个办公室里面做一些活动 唱唱歌然后手脚活动 那因为我们社区第二代的资源留在医院 那我们就可以请比如说北投振兴医院的医师 或是健康的专业的这些人来到我们社区做演讲 三节的话我们比如说孙节我们有团拜 就是让连长的都可以在我们的集中在一起 然后互相再见个面聊个天 在新村有一个团拜的这个动作 多元的社区活动内容吸引了不少住户参与 让社区活动成为了住户间彼此认识 互相交流的重要场合 主要是因为有些虽然我们是四个眷村也有人都住在北投 可是有些长辈他们之前很久没有联系到 或是没有碰到面的 那因为这个四个眷村的联合在一起之后 他们会发现很多以前印象中的人 或是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 他们都见到面了 比较可爱的就是像有些长辈会带着孙辈 或者小朋友来 他们也可以在一起 然后长辈不只是互相认识 让他们的下一代也能够彼此融合在一起 我们班委会有办一些 有时候办一些老人的活动 比如说领到来做一个抄啊 唱一点儿歌啊 流行歌曲啊这一类的 曾经参加过那个管委会 一开始可能在这个社区有一些要讨论的事项 那因为都是眷村的伯伯们比较 对所以他们其实蛮踊跃的一些发表个人的 其实一些想法 康庄社区提供了住户相当多的活动 财委也特别分享如何利用有限经费 筹办出多元活动维系社区情感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还在这个保护中 所以很多资源我们会请国防部协调建商 尽可能的来做我们一些修缮的这个动作 康庄社区在社区维护及住户间的情感维系上 尽了相当大的心力 而管委会除了在领奖第一时间与住户分享获奖喜悦外 也计划未来参与更多的相关活动 我们都有公告 而且我们在领奖的第一时间 我们就是把奖牌跟那个红布条挂在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外面有挂一个很 十公尺长的一个布条 那我们也在我们的群组 我们这个社区比较特别 他们就是虽然说老人家多 但是我们还是有建立一个所谓的line的群组 那以方便一些不居住在此地的一些住户 那我们有这上面公告 就是包含奖牌的照片 还有以及我们领奖的一些过程 大家都很高兴啦 觉得很很荣幸可以得到这个 幼兰社区领选第一名 对啊 那所以大家也都蛮高兴的 那也希望说社区可以在 之后还可以再继续得到其他一个奖项 比方说绿化啊 或是节能减碳之类的 所以官委会目前也是 以这方面的东西来做为一个目标 柴伟提到每位年长者都是康庄社区的宝藏 未来康庄社区计划完善更多年长者服务措施 也计划成立志工团队 专门为独居长者提供服务 我们不敢说我们做的特别好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比如说因为我们有一些单身的老人家 长辈 但也有 就是子女没有跟他们共住的 只有他们两老在这边 像这些人他们的用餐 像他们的 比如说紧急状况救护车的召唤 这都需要我们的协助 所以我们有委员就提出来 我们以后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规划 目前我们的委员只有七位 我们要朝十一位来规划 那就是要尽量的多元平衡 那就是说在老人家的维护照顾 这一部分我们还要加强 那有希望就是成立一个志工团 就专门对这些独居的老人家 能够有更多的照顾 因为他们一个人在社区里面 就是我们的责任 康庄社区未来也计划 结合社区内理办公室 吉林静改建中的道香市场 还有修复再利用的北投影视园区等 藉由社区总体营造 提升社区生活机能 后续也将增加成年人及小孩的活动 营造出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 好房网TV 苏宇文 王洪文 台北综合报导 要维持社区不断的创新 和保持风华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圆山大关楼他做到了 他从民国86年创立到现在 依旧是基隆河岸第一排的指标递进 89年就曾荣获北市警局评选社区第一名 靠着全体住户的共同维护 竟然在相隔20年后首度参赛 在北市幽浪公寓大厦评选 就获得了风华在线组榜首的殊荣 这个社区到底藏有什么样的管理秘诀呢 透过我们的镜头带您来一探究竟 浅红色放块砖还是亮丽 看不出这栋社区已经走过24个年头 圆山大关楼位于北市中山区明水路 这是大直随岸第一排 建筑却能在享受基隆和河景同时 却又不畏风雨甚至保持风华在线 砖块如果有剥落 我们都会尽快地去把砖块补齐 外墙的砖块以免伤到路人 砖块补完还会把周边的都做检查 社区管委会彻底检视住的安全 就连平常鲜少注意的垃圾室 也细心替住户着想 我们在5年前就设置了这个冰柜 就是可以让厨余在收纳的时候 不会有异味 这个是我们的垃圾回收区 然后我们除了就是一般垃圾 跟我们的回收品都有很清楚的标示 然后我们有了中文、英文、越南文 跟印尼文的标示 全社区总共114户 属于三栋双平式建筑 还是现今少见的低供设建案 每户屏数落在40到52坪 为的就是让住户素质有所把关 虽说是低供设建案 社区的软硬体设施 却是一点也不马虎 然后维除出现有力量的部分 就是一个作品的特别想必须 或许多多多小孩 和一些作品推出 包括萝卜的手提出 手提出使用 然后适合脑后 是非常轻敌的方式 我们来做火炸的方式 也是我们来做什么 赃图处计的方式 你带来做主要不允许的方式 开心的在社区公社玩乐交流 另外大人们还会定期的 在韵律教室学习舞蹈 或是在会议厅体验绘画课程 因为都是老邻居了 更会三天两头 邀请大家到户外走走 享受防疫新生活 如果恰巧碰上好天气时 社区里头的吉野鹰 也会出来say hello 住户自备甜点就在树下赏鹰配茶 在城市中也能享有一丝愜意 住在这边已经21年了 当初买的时候一瓶是38万9 当时是算贵 那时候我当初都被嫁人骂 说你住那么贵的房子 可是谁知道 现在已经是三四倍的价格 金石的管理确实有提升 整体社区品质 根据实价登陆资料显示 该社区最低单价落在65.2万元 最高单价则是108万元 近一年成交单价为101.2万元 价格历年翻倍跳 再在印证社区管理友方成功保值 透过用心经营累积经验 优化再优化成为逆临关键 建商当时为了防止绿化的问题 都会种一些大树 这些树根都会因为长年下来 像我们社区已经25年的社区 它就会扎到防水层 然后甚至下到水泥层 造成地下室漏水 我们这一次区全会也通过了 大树的砍除 以后就会像台北市政府那样 用一个大的盆栽 然后种一些花草这样子 除了绿美化升级 社区也花了不少时间 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在24年前的社区 它并没有规范说 室外机的装设位置 到后来就是说 我们的室外机慢慢的增加了以后 我们花了一些功夫 去跟所有的住户沟通说 把室外机都放在 我们社区规范的地方 主要是保障型的安全 还有这整体的规划线 屋龄24年或许算资深 但换算成人的年纪 却刚好是初出社会 展露头角的最好时机 敢冲敢拼 战力十足 盼望能一直成为 社区管理的最佳典范 好汉网TV记者 王红王黄卫迪 台北报道 位在台北市松山区 坐拥千平基地的 国美新美馆社区 除了临近捷运站之外 周边生活机能完善 今年更有明星 陆续入住之后 好运不断 而被外界冠上了明星 好运屋的美名 而除了有著名人士 加持的光环 今年参加由台北市 举办的 优良公寓大厦评选活动当中 一举拿下 中型住宅社区组的 第一名这个殊荣 今天节目中 特别邀请到 社区的重要干部 现身说法 要来分享 他们历年来 经营社区的点点滴滴 究竟国美新美馆社区的 经营之道 有哪些特殊之处呢 又有哪些亮点 深或评审的青睐 才能够脱颖而出呢 第一名的社区 带您一块儿来了解 外观选用大量的 米色花岗岩 凸显出典雅的豪宅风格 这里是位在松山区的 国美新美馆社区 分为ABC三栋 共113户 社区正门的对面 就是台北市健康公宅 邻里的社会照护功能 也因此更加健全 国美新美馆它的地点 非常的适合 我们相邻的健康路 对面就是台北市健康公宅 那因为公共设施也非常的健全 包括一些的老人的日照 还有幼儿的一些的脱幼等等 我们两边的互动 非常的联系的密切 会给我们一些的资讯 我们社区的住户 也会透过这样的一些资讯 会到对面做一些的 公共设施的一些资源的享用 我们常常有透过对面的健康宅 然后给我们社区一些 透过Email 或是给我们一些文献的宣传 告诉他们有举办了一些 比如说老人的日照 量血压 量血糖 一些医疗的讲座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 也告诉我们的社区的住户 让两方面的这边 经过这样一个社区的公共资源 才产生出来大家互照的一个 共创共云的一个生活的区块的模式 社区附近有各种民间宗教信仰 以及特色小吃 除了外食需求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民众也多选择在家自行料理 家中的大厨想要大展身手 做出一桌子好菜吗 没问题 从这里走路两分钟就可以到达 南京公寓市场 采购食材和生活用品相当方便 国美新美馆社区 距离捷运南京三名站 步行只要五分钟 公车路网十分密集 大众运输交通极为便利 根据了解 这栋住户的其中一间 不但是路程商号的徐家后代 更希望借此可以推动 专属于当地特有的社区营造计划 带您一起走访 第一名的社区 国美新美馆听听他们的故事 国美新美馆其实在我们最近这几年 我们推动了所谓的社区的营造 国美新美馆其实位积松山健康路 事实上我们的宝青街其实在当初在 它就属于一个米粉寮 当初在这个米粉寮当初的徐家的后代 就聚在我们现在这个国美新美馆里面 其实米粉寮的故事非常的久远 它当初是米粉寮里面最大的一间米粉 叫做露城米粉 那这所谓露城念做六城 其实当初徐家的长辈他有六格子 他希望六格子都是能够很有成就 所以他就取名叫做露城 我来到这边胡乌之后 跟他们后代了解说 发觉到这边很多的故事可以成立 当初我去查了一些史料资料 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发觉到我们可能在松山的饶和街等等 都有很多的实际的资料可以查 但是唯独就是米粉寮的资料 寮寮可数 当初这边是属于一个劳工阶级 那时候三餐固饱 肚子吃得饱就好了 所以在那种阶段的时候 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也没有那样的精力跟金钱 去做一些的史料的就是一个记录 所以终究可以知道 一定是很多的资料 只是现在只能用口述 所以我们跟他们长辈提到 类似像这样的话 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提供很多 我相关的一些的照片资料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把这个米粉寮再生的 让我推动的一个动力 然后我们也希望将来推动米粉 让台北市有台北的牛肉面节 我们希望将来在宝清街 松山宝清街这个路段 也能够做出来所谓一个 米粉的一个特色街 这就是我们眼城的一个期望 社区内的交易厅 除了举办活动 也是大家维系感情的重要场所 无论是春节期间 大师辉豪的祝福 或是端午佳节 赠送给每个住户的爱草和仓谱 也有为了响应环保 新美馆的住户共同决议 在中元节拜拜时 不焚烧纸前 交由环保单位统一处理 维护社区居住品质的决心 可见一斑 我们办一些活动也是一样 基本上活动 基本上是以物业公司来讲 基本上我们只是筹划了一个大字 但一定要很多的人员来协助 这就是所谓的志工的概念 那他们是 就是以义务性来协助我们 包括会炒一些米粉 做一些的所谓的乳猪脚 都是无偿的付出 就像我们深深的感动 这么多的社区邻里 大家因为属于他们在地 属于他们自己的家 他们愿意这样互助 这是我们在做物业人员的部分 比较深刻的一个感受 设置在社区一楼的阅览室 所有的藏书都是由住户所捐赠 为了提倡爱书再传播的观念 也会将超过半年的书籍 转赠给礼办公室或二手书店 让书本的生命再延续 社区每年在过年的时候 都会很多住户在清扫 把一些书籍丢出来 往常我们可能当作废弃的书本 就直接处理掉 那是之前的处理方式 我们发觉这书是一个资源的部分 也是知识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它做了捐赠给礼办公室 所以礼办公室也成立一个 二手书的图书馆 当然我们既然也坚持说 我认为我们社区 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二手书 所以在我们开架的后方 我们也成立自己的二手书 我们让这些书能够继续 知识能够继续再传承 那每隔半年之后 我们会整理一次 把这些书再接给民间的 所谓的二手书的厂商 让这些资源是永续的 知识是永远的传递 国美新美馆社区 已经连续五年 向台北市产发局申请免费植栽 成功打造属于住户 独一无二的美丽花园 对于社区环境绿化的成果 在这里同样看得见 我们现在的所在地 是我们国美新美馆的后花园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区块 是我们的棋盘区的花园 现在所有看到这些植栽 都是利悠悠的 其实在多年前来讲 它是因为包括这边的阳光 跟日照其实不足 所以它的植栽生产的条件 并不好 那这几年来 我们透过社区的志工 还有我们每年都向台北市的 产花局申请的一些的 免费的植栽 在我们后花园以苗圃的概念 然后移植到我们现在看得到 棋盘区的这个区块 我们经过社区的一些的努力 还有志工的一些的 无私的付出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成果 其实这个成果基本上是 深受我们的住户的一些的肯定 不论是十一住行育乐 或从外观到内在 都是国美新美馆住户 和管委会共同协力 维护多年的成果 让他们今年参赛 成功拿下冠军宝座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 透过管委会详细的规划 以及社区住户共同支持 才能因此获奖 我们所在的地点是我们国美新美馆的 资源回收室 大家可以看到墙上的我们的这些标识 那我们是有多国语言 中文跟所谓的住音 以及各种国家的语言 那包含我们的一些图示 都以实体图来讲 因为国美新美馆 也有很多的外籍的 类似帮佣的移工 那我们透过这样不同的图示 多国的语言 来帮他们更进一步了解 我们资源回收的一些的必需的动作 那事实上他们看到自己的母语 他们也觉得非常的亲切 那我们其实我们诊监来讲 其实大概有分分的十六大类 我们依照环保署的政策 包含所谓的废铁 塑胶容器 保特瓶 救医类 电子电器产品 汇光碟 汇电池等等 包括我们的还有一些家用垃圾 我们连厨余都依照 有所谓的养猪厨余 等等分成两大类 那事实上我们在这几年呢 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住户的支持 因为他们热心来 也愿意对社区来做一个分类 所以把我们的社区的资源回收室 保持得非常的干净 那也在因为这样 我们得到了很多次的市府 一些公交单位的肯定 这边我必须谢谢我们的全体的住户 给这样的一个属于他们所在的 资源回收室的一个协助 国美新美馆社区 落实环保的各项市集 曾被多次推荐为示范社区 并接受印尼国家电视台的采访 学习社区如何加强软硬体 与设备优化 成功打造兼顾环保与舒适的 社区居住环境 以附近的建筑来看 它基本上还是相当有特色 在绿化方面 那过去几年以来 整个社区在做节能减碳部分 那还有一个就是 本社区非常富有盛名的 就是我们的资源回收做法 那这不但受到 事实上它受到相当多的注目 包含除了台湾同业之间来互相观摩 那我们也曾经市长 台北市市长还带过两岸交流的人员 来这边参观 那也甚至在国外 也有媒体特别对我们的资源回收 有一个专题的报道 这一次我们很荣幸能够获得台北市中心公营的首奖第一名 那这个获奖的主要一些关键呢 当然是社区今年累月 在管理就是管理中心 就所谓的总干事的经营管理上 是相当上轨道的 那尤其是我们的主任 他在这个领域方面有相当多的经验 那就是说一般的社区呢 我想灵魂能够主要还是总干事 他的经验要相当丰富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在处理事情的原则上 必须多方的考量 而且必须相当要有原则 很多那个社区 因为这次疫情都把健身中 尤其在今年的二三月很严重的时候 他们都把健身中心把它关闭 那这个关闭的角色其实非常简单 那几个人几句话 大家讨论一下 甚至不用讨论 就是说关闭 可是后来我们觉得 有没有比关闭 同时能够做到防疫而更好的 我们是透过好多次的夜间讨论 甚至最后大家集会在一起 然后后来在委员的脑力激张之下 我们提出了由住家单户 来预约使用 一小时为单位 好防网TV 陈静辉 王洪文 台北报道 我们常说千金难买好邻居 是在说 有再多的钱可以买到好房子 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好邻居 好邻居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代表着人对于居住品质来说 是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看到 台北市万华区的青年社区 那里的住户高达1769户 不但感情非常融洽 住户之间也非常有向心力 在109年幽良公寓大厦评选当中 获得风华在线组第二名 还得到志工参与特色奖的殊荣 这么一个超大型的社区 又是如何办到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挥着手的猫咪 全白的小狗 就连提供给住户们种菜的原谱 都是动物造型的规划 从社区中的标示 以及可爱的雕像 都能感觉到青年社区 非常注重生命教育 以及友善毛小孩的理念 现在以生命教育来讲 现在是全球性的 正在提倡的议题 我们青年社区在做 友善毛小孩 还有尊重生命这一方面 跟发言协会配合 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然后今年碰到农委会的计划 我们有争取到执行的计划 所以说有扩大的巨星 以礼办公室来讲 就是组成了一个 友善动物的巨团 然后以那个管委会这边来讲 就是友善动物的实际的操作 占地四万平方公尺的青年社区 拥有1769户的居民 分住在35栋的建筑之中 新建之始就是一半的军建宅 和一半的国民住宅 自然成就了一个人文多元丰富的超大型社区 锦铃青年公园 新殿溪水岸 风景优美 交通便利 生活机能绝佳 虽然历经了33年的岁月洗礼 但是依旧风华不减 生活机能非常的好 学校也很多 然后我们又锦铃青年公园 很大的活动空间 早上都可以运动 然后傍晚也可以运动 然后我买菜又很方便 我们有果菜市场啊 还有黄昏市场 最重要我们这边哦 管理费又蛮便宜的 我们这边有那个南机场夜市 假日的时候就很多年轻人啊 都会到这边来 就是来逛 青年社区以台北市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社区 我们直接就有1769户 它一开始就是一个那个军眷宅 和那个国民住宅 合起来的一个住宅区 一开始就是欧巴汗籍 混杂在一起的 可是居民相处 是非常的融洽 青年社区总共建置了35栋 1到19栋是原眷户 20到35才是以国宅 卖给一般的老百姓 那青年社区今年都30几年了 但是今年我们能够得到 这个台北市优良公寓大厦 全市的第二名 不容易之处在于 青年社区从30几年前建置完成 每个月收300块的管理费 到现在我们还是以户为单位 每个月依然是300块 那这个就是在全体住户 有共同的共识 在我们成立的35栋 共有35个委员 委员有共识的情况之下 共同来维护这个社区 优良公寓大厦评选分类共分为7组 分别为小型中型大型住宅社区组 商务型大楼组 风华在线组 以及社会住宅组与主题特色组 青年社区此次参与优良公寓大厦评选活动 拿下风华在线组第二名的家机 而风华在线组为94年年底取得使用执照之建物 已经有33年经营经验的青年社区 早已有自己的一番经营心法 尽量提供社区居民安全的地方 你看现在像以我们这个广场来讲 小孩子那个游戏的空间并不多 可是我们这个广场是禁止那个机车 还有汽车进入的 可以让我们这边的孩子有一个充分的空间 孩子在这边玩家长可以交流 我们有了青年社区发展协会 然后我们有了守望相助队 那我们的守望相助队目前59个人 那那个我们协会的志工团 现在又加上了礼办公室的志工团 大概摆来个志工的情况之下 其实只要不管哪一个社区有活动 我们的志工都是全面的配合跟动员来做 所以在评鉴那一天 来了11个委员 然后他发现我们的社区是活泼的 志工参与的热情是够的 譬如说那天我们先用了乌克利利弹唱班来迎兵 然后那个里长来负责简报说明 然后带他们去平和整个社区的时候 都是志工 志工平常就是有活动的时候 我们都会出来帮忙 就是假如说年纪大的 我们可以参扶他帮助他 然后那个像我们这边聚餐 据点共餐那年纪大的或怎么样 我们就会协助他帮他弄东西啊这样子 餐体这个志工我们就等于走入了 我们这个社区的群众 让我们跟大家融合成一体 就会大家就会变得很亲密的结合 然后变成从不认识变成朋友 当了志工之后我就觉得说 心情啊然后生活啊 然后都觉得很快乐 因为跟大家融成一体 然后又可以帮助到大家 我觉得非常的棒这样子 青年社区一个月仅收每户 三百元的管理费 不同于其他公寓大厦 有游泳池健身房等气派的公共设施 青年社区拥有更多的是 宽广安全的活动空间 与所到之处都能看见的绿美化风景 更重要的是全体住户 如同一家人般的守望相助 与感情融洽 好房网TV记者王洪文离夜台北报导 俗话说千金买屋万金买零 买房子除了地点这个location 是关键因素考量之外呢 住户邻居的品质也非常重要 单开灌得中原社区的得奖感言 他们毫不讳言的谈起 一开始他们成立了社区群组 在群组里面曾经有住户表达不满的情绪 管委会不气馁 历经五年的沟通经营 住户逐渐学会了倾听凝聚共事 这里反而成为彼此寻求帮助的管道 除了社区内部的沟通和改变 他们也尝试把社区内举办活动的范围延伸 和产学界的专业人士合作 一点一滴的努力都充分提升了住户的生活品质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走路只要五分钟就能抵达中原院的贯德中原社区 今年获得北市优良公寓大厦中型住宅组第二名 在房价表现上 社区位于南港中原院生活圈内 文教气息浓厚 绿地面积广阔 非常吸引退休族或慢活的朋友移居 根据实价登陆资料显示 本栋社区从108年12月的59.6万 到109年9月60.1万 每平单价约在60万元上下 变化不大 请支援收银 也能支援嘴馋的你 社区一楼就有一间全联 想吃什么任君挑选 下楼采购非常方便 翻开贯德中原社区的生活地图 700公尺以内就有12个公车站 社区对面的公园也有U-bike 交通路网十分密集 社区附近有三个小学 而在社区正对面就有一座公园 孩童的游戏空间一应俱全 当地居民也不怕运动没地方可去 翻开贯德中原社区的得奖感言 很特别的是 社群软体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开始偶有住户会在群组中 表达不满的情绪 但是管委会和住户历经五年的沟通和协调 彼此之间学会倾听 凝结共识 住户间也会互相帮忙提供事实的建议 一起成长 好防网TV 陈静辉 王洪文 台北报导 台北市建管处所举办的109年度 优良公寓大厦评选得奖名单出炉了 其中拿到大型社区组第二名的润泰万花园社区 社区内充满了绿建筑 植物和景观水池美化造景 社区外邻近的学校 市场 银行 警察局等等 未来也将迎来旺大树林捷运县 提升社区周遭的生活机能 住户感受到高品质生活的同时 邻里间也建立了友善的关系 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看这个美丽的社区 高耸的26层楼建筑 社区门口已挂上应景的圣诞花圈 充满浓浓的温馨气息 这就是获得109年优良公寓大厦评选 大型住宅社会组的润泰万花园社区 润泰万花园社区占地1264坪 社区内外都种满了绿美化之物 看着微风吹过树梢 都能暂时忘记都市的紧凑节奏 沉浸在惬意的绿色美景之中 社区外比邻学区市场银行诊所等 未来也将迎来万大树林捷运线 提升社区周围生活机能 好房网TV记者王宏文离夜台北报导 现在要带您来看的这个社区 它很有设计感 过去同品牌建商在内湖大直 陆续都推出了豪宅建案 这个中泰大美特别聘请 日本知名跨界设计师郑秀和操刀 当年这个建案更是他首度 跨足房地产界的作品 主打日系精工 从大自然的美来实现 居住生活价值的理念 去年社区才荣获 优良公寓大厦小行组第三名 今年不但再度入榜 甚至持续进步 勇往直前地攻占到第二名了 管理团队展现社区 对于生活智慧化的坚持 让居住与绿能合而为一 办公大楼常见的电子布告栏 如今也出现在一般民众 居住的社区电梯内 为了达成社区绿能五指化 中泰大美积极推动楼语智慧化 装了数位公布栏后 不仅让电梯看起来更简洁俐落 珠还能扫QR Code 动动手指网购民生用品直送道府 讲到这个EIP资讯系统的平台 其实对邻居也受益匪浅 其实中泰他在座也有电子看板 可是经常邻居大概就是路过就走了 几乎连看都不会看 可是电梯里面会等待时间 他一等时间他就会去看 这样的尝试 也让社区重回设计初衷 打造大自然的美 建筑外观深浅互搭 屋龄十年的中泰大美 荣获今年北市公寓优良大厦 小型组第二名 相较去年第三名 更上一层楼 也让这跨界设计师郑秀和 打造的日系金工豪宅 再添不少光 相较现金房屋一层多户景象 中泰大美住家单层两户 大楼内外还标榜采用六大防水工法 使居家滴水不漏 甚至建材能在每次雨后都长保外观整洁 地点邻近美丽华商圈 却能维持闹钟取静 一楼外围绿美化人行道 更是社区管理维护关键 沿着步道水池进入社区 映入眼帘的是 4.2米挑高的宽阔大厅 让居住与自然共生共荣 中泰大美在把居住品质提升同时 最后更回归大自然生存本质 好旁望TV王红文 黄卫迪台北报道 近年来政府希望透过结合邻里之间的资源 结合当地社区独有的特色 推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社区营造计划 他们不但各自能够维持社区的优良居住环境 也能够把在地的文史特色 透过活动融入社区里面的生活当中 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介绍台北市的优良社区 我们希望他们持续进步 同时也成为其他社区效法的标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萧一芬 好红话题现场 我们下次再会 订阅好房网YouTube频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